哈嘍,大家好,我是小朋友Nodex 这次的意大利活动呢,总共就是7只角色 那这7只角色呢,要怎么获得,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限定建造部分,总共有4只限定建造 除这个利托里奥,它可以兑换之外 其实真的要建的,大家就只有3只 2金1只 那利托里奥呢,除了有建造之外呢,还有兑换 8000点可以兑换 再来,龙继兵,它也是PT累计可以换到的 那特伦多呢,是三星奖励 所以你AB图全三星,或是CD图全三星 就可以拿到它了 再来,加富额也是PT可以兑换的 2000点,如果你不想花2000点的话 你去B图或是D图都可以打到的到 所以还蛮简单的 真的要建造的就是2金1只 好,那这次活动你一定要入手的角色有谁呢 首先,当然就是这个可威 可威之前我在实况中其实讲过很多次 你用过很多次,他这是非常的恶心 首先他有三个技能 上一个有三个技能的是谁?是天神 所以有三个技能的船基本上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红色的技能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弹幕技能 可以确保他在航弹输出上面非常非常的可观 第二个技能,机关禁止 就是杂瓦鲁 是唯一游戏里面可以把人家定在原地独打的 他如果配合这个方舟或是半人马 可以有效的直接把人家定在原地 狂轰猛炸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技能 如果你调数调的好的话是非常恶心的 再来防御技能,他有自己的减伤 也有保后排的一个减伤 所以在攻击面,在防御面,在辅助面他都有 甚至利慧,还有声优是丁弓利慧 再来Skin泳装也是非常的厉害 那这艘船你不见,铁定会后悔的 好,刚刚讲过可威尼一并要入手之外了 剩下的就看你有没有爱了 稍微来介绍一下这个扎拉 扎拉其实就是一个炮巡 他有防御技能,他可以开盾 那这个盾呢,其实不是很多 没有像欧根这么多 所以他在坦度上面没有欧根这么坦 不过也还算坦啦 算是可以当做一个副坦般的一个存在 那输出方面呢,有一个半侧甲高爆弹 所以他可以用半侧甲弹 也可以用这个高爆弹来做一个主炮的伤害来源 那半侧甲弹呢,就是这支地图可以打捞的一个武器 那事后我会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武器的好坏 所以这支角色在炮巡上面的使用还不错 有一定的活力,有一定的坦度 虽然说不是顶尖,但是还是堪用的 只不过我觉得比起他在水面上的使用 他的Live 2D应该是更实用的才对 你舍得不见好,买满吗 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利托利奥 利托利奥是送的角色,其实你也不用对他期待太大 他一个红技能就是一个特殊的弹幕 那装备专武的话会有额外的强化弹幕的效果 再来呢,开幕会有这个鱼雷盾 算是另类的一个辅助啦,不过这个半用性不是很高 这个角色是送的,所以你也不用期待他有多大的一个carry的性能 只不过送的角色就是拿来当花瓶用的 除了泳装之外呢,他后面还会出这个自带双黑弹的一个特殊skin 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不要买这个泳装 可以等他后面出双黑弹的这个skin再买也不迟 看看多香啊 好啦,那介绍完金皮,那剩下的角色其实就不止一提啦 基本上都是不太能够上场的一个性能 就是用爱发电型的 那这一次当然还会伴随着泳装系列的skin登场 那如果有爱的话,再帮他买好买买 放在家里,放在秘书间,赏心悦目 也是一个另类的玩法 好,那这一次其实也有这个头框任务可以兑换 那这个头框任务呢,怎么兑换呢 其实跟之前是一样的啦 就是你把所有这次活动角色全部拿到手 并且在活动结束前图好图满的话 你就可以累积满3000点 那3000点一到,就可以兑换这个头框 那这个头框其实没有任何的功能 你不会加任何的数值 单纯就是一个炫炮用的功能而已 那如果没有建好键板的话 图好图满的话 你还可以拿这些满心的阿甲 约克,光辉,宴战 去打这些地图的旗舰 就是把它带到王队里面 打赢王,并且存活 在A图,B图应该够简单 七十集应该是还蛮容易过的 打王应该不是问题 只不过这边你要注意 就算全部任务解完你只有900点 所以你只要少见两只的话 基本上你就去了 你只见可畏的话 那没有见到凯撒或是渣啦 基本上你就拿不到 或者是你都见到了 就算补完这些点数 你没办法图好图满 两只金皮以上的话 基本上点数也是不够的 那你要好好审核一下你自己的能力 可不可以拿到这头狂 如果拿不到就不要勉强了 好,接着我们来快速讲解一下 这次活动新增的一些武器 首先是这个381 1934 这门炮呢 其实就是Vitorial的专武 为什么 因为它在技能里面 这个弹幕 如果你装备381 1934的话 会强化它的特殊弹幕 并且增加它的触发几率 这样加10%就会得到75%的触发几率 其实还蛮不错的 那整体来说 这个炮的性能如何 跟科研炮相比的话 整体的DPS还输这个科研炮 虽然说它有这个伤害加10% 只不过第三次的炮击 时间会增加30% 也就是这个攻速会拖累30%的一个CD 看起来有增伤 不过如果你加上第三轮的这个时间增长的话 整体DPS还是输给这个我们的科研炮 算是只能是Vitorial的专武啦 其他人用可能不见得能够发挥 那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杂拉炮 杂拉炮是1927 在D3可以绕得到 那怎么叫它杂拉炮呢 因为它在技能里面有说 用榴弹或是这个半侧甲弹的时候 可以增加这个它的主炮伤害 所以这门炮就称为是杂拉炮 就是这样的原因 其他人用不会发挥它的一个性能 整体而言啦 这门炮的好处是在哪里 这门炮的好处就是在它这个中甲的补震 最高 所有的侧甲弹里面 它中甲补震最高 到120% 连科研炮的中甲都还打不赢它 如果你一定要打中甲王的话 这门炮或许还蛮不错用 就泛用性而言 还不如使用我们的这个科研炮 那未来还有这个三级的科研炮 又是整体泛用性能更强的一个主炮 所以这门炮只有杂拉会使用 那泛用性又不是很强 所以不建议你一定要投铁把它捞到 使用榴弹也是有不错的一个效果 好 再来讲另外一台飞机 这个青花鱼 这青花鱼也是属于这个可谓的专物 为什么 因为它在这个攻击的弹幕技能里面有说 只要能够装备这个青花鱼的话 那它在空中攻击的时候 航空攻击的时候 就会造成弹幕 并且有机率让对方进水 所以一定要装备这个青花鱼 而且一定要装备在第三栏 为什么 因为第三栏的补阵比较低 所以一定要装备第三栏 基本上一般配对配装都是这样配啦 就是用比较快的舰载机搭配流星配合这个青花鱼 如果未来你要做调速的一个使用的话 这个青花鱼是不错 可以用来调速的一个飞机 好的 最后是我们这个对空炮的一个系列 这个90厘米的1939 综合性能来说啦 简单来说就是 介于STAG跟四连伯伏斯之间 它的好是好在它的射程大于这个伯伏斯 因为我们一般自律 手中就是射程 射程的这个加权比重会比较大 所以这门炮呢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去做打捞 如果你缺很多防空炮的话 因为它是介于STAG跟伯伏斯之间 往后我们当然都会用这个113 配合STAG 或是更后期的一些对空炮 那这个就算是跟伯伏斯一样 作为一个过渡或是电导 算是也还不错用的一个对空炮啦 好啦 综合以上所据 这一次活动呢 客药炮可以换 其实还蛮简单的 那第一张掉落的这个杂拉炮呢 其实不是这么实用 你可以不用去捞 因为打捞这个 因为这个地图很难 打捞很困难 花很多油 而且不见得你可以在活动前 弄出一把 因为太难捞了 剩下这个青花鱼 活动可以换 那你要多打捞来调缩 也是不错的 很简单 另外在这4133里面 也可以打捞到这个缩鱼 或许你缺缩鱼的话 也可以着重在4133 去打捞缩鱼跟分数 另外我刚才说 这个对空炮 其实对空性能 也算是中上的一个水准 如果你不缺缩鱼的话 那你可以集中火力 带D2 捞这个对空炮 还有捞点数 反正就是不要去捞 这个杂拉炮 杂拉炮对于后期的整体 半用性来说 实在价值太低了 好了以上是有关于台服 这次神圣悲喜利的一个重点整理 讲的很快其实很简短 就是讲重点而已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深入 更细节的东西的话 我以前有做过一些相关的视频 那连结我会放在底下 那有兴趣想要研究的更透彻 对于角色的一个定位 或者是装备的细节的使用 你可以去参考 以前我做的一个影片 好啦 那有问题 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是草嫩牛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